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是电霸Shopee的越南市场的直通车广告投入产出的分析 本期视频依然是由YO派出海给大家带来的电霸Shopee的市场分析 我是主播Lisa 那今天我们将会探讨到越南的这个Shopee市场 前几期呢已经讲到了就是有马来市场啦 然后有泰国市场啦也有印尼市场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会讲到越南市场 如果我们有朋友是做越南市场的运营的话呢 Lisa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本期的视频哈 因为直通车广告的话呢 对我们的这个运营销售前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能优化直通车的这个投入产出比的话呢 会比较大的能节省大家的这个广告宣传的这个费用 然后呢能提高大家的这个产出好吗 OK那本期呢我们就开始进到正题了 这期呢我们讲的是越南的这个广告直通车的一个投入产出情况哈 我们依然用的是电霸修皮这款数据分析软件 如果我们的朋友们也想要去试用一下的话 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有这个链接 然后你们可以点击去试用看看哈 试一下自己能不能呃就是去使用 然后抓取到你们所需要的这个视频的数据哈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来进到我们的越南市场 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直通车广告的情况 我们呢依然是从30天的这个数据流量来看哈 我们为什么要看30天烧满直通车呢 就是要看如果你直通车投入比是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然后有多少的转换多少的产出 来给大家做一个整一个市场的分析哈 OK那我们看到越南市场的话呢排名已经给大家排好了 这个number one的30天开满直通车啊 30天每天都在开车 然后这个呢是一款sirum有点像精油哈 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它的具体SKU的这个情况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这个转换呢上面写的是转换率有百分之四十啊 总体来说呢Lisa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的直通车广告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二十的转换 就证明这个直通车运行的非常的好 那你呢就可以持续的去做直通车的一个投入 并且去就是加强去开直通车啊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转换率呢还是低于百分之二十 甚至可能低的连百分之五都不到的话 那你要想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呃流量来了然后又没有接住 那这样子的话会非常浪费钱好吗 那这个时候呢你不是应该去做你的直通车的一个优化 而是应该先做listing页面的优化 然后做到客户进来了以后 呃你的这个流量不被流失以后呢 再去考虑去放开去开直通车哈 好了那我们呢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 这个呢是一款精油排名第一 number one的啊 然后呢它是一个杀虫的啊 它不是用在身上的 我们点进来看到图片就知道了 专门杀蟑螂的杀蚂蚁的啊 然后呢这种有点像农药吧 包装的像精油一样 然后呢它这个呢也比较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 我们就是国内啊走到外面就会有很多那个什么 蟑螂药蚂蚁药那个什么药各种药的那种对不对 就证明说其实我们的就是家庭里面 家庭必备这种虫害的这个呃杀虫药是非常必要的 每个家庭每个季度至少都会买两瓶吧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是市场的覆盖 呃就大家都需要的这个这个这个杀虫药 看一下它的价格卖一万三千越南盾 我们来算一下是多少人民币啊 呃一万三千越南盾 百度换算一下三块六 非常的便宜 然后一瓶那个杀虫药啊 然后它的销量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在这个广告数据上面看到啊 它的转换率有百分之四十 而且它近一天的销售额有这么多越南盾哦 卖出了二百九十瓶啊 有很多可能很多人批发的就是从 Shopee上面找到便宜的价格 然后拿到自己的那个小店铺里面去卖的都有 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当地的卖家 他们会在Shopee上面进货 大家知道进货吗 就是低价购买了以后到自己的实体店里面去 然后去做一个销售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换率非常的好 在昨天的销售里面还有一千多人民币啊 单个SKU 那也是非常很不错的了 好 这个是越南站排行第一的 排行第二的这个广告投入呢 这个是衬衫啊 这个是我们的 他写的是百分之百纯棉衬衫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啊 呃 这个衬衫的话呢 卖一件是八万九千泰铢 整个人民币大概就是二十五块钱左右吧 但是呢 他这个有个问题 他也是三十天每天都烧直通车哈 而且他烧的这个广告词已经在我们屏幕上面了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他烧的这个广告词哈 那他烧的这个是T恤啊 然后呢 他的转换率呢 只有百分之二 那就证明说 他三十天有五十七万的点击量点到这个页面来 但是他只有百分之二的转换证明什么 他只有大概五十七万里面只有一万个下单 那剩下的五十六万的点击都被他流失了 就证明说他其实他的页面并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他这个时候去投了广告 就导致他他的这个点击的转换率很差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浪费掉很多的流量资源 客户可能点进去以后 想想还是觉得说 没有在你这里下单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视频的原因 有可能是这个评论的原因 那我们就具体的话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转换不太高 那如果你是做这个产品的朋友的话呢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家电 在我们屏幕上方可以给大家开出来了 你去对比一下 就是研究一下怎么样才能把自己店铺的这个转换率给提升上来 好吗 OK这是排行越南站No.2的 No.3我们看一下是 这个光看图片啊 有点像那个烟麦对不对 吃的 具体点进去看一下 因为那个主图啊 跟具体的描述啊差别好大 就像排行第一的 如果Lisa不点进去 我还以为是那个精油 点进去发现是蟑螂药 所以我们要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电吧Shopee的这个分析软件 它能这么好 是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点到你所要进去的SKU里面去看 如果你是在Shopee上直接搜索的话 那肯定是很累的了 你不可能说一家一家去看它的这个销量 然后看它的评论去比 这样子的话数据会比较不精确 而且会增加非常大的工作量 OK这个是烟麦是吃的了 它卖也卖的比较划算 一万六千九百越南盾 我们看一下是多少人民币啊 这个越南盾一比三千三啊 Lisa算不过来 一六九零零 好我们看一下四块七 四块七人民币 这么便宜吗 看一下是多少克的烟麦 五百克的 五百克的烟麦卖四块七 Oh my god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销量走得非常的高 肯定是本地店铺了 如果是跨境店的话 卖这么便宜 然后又是这么重的产品的话 肯定是不划算的 但是你们看它这个冲量冲得非常的高 月销也有卖到四千五 我们看一下它的转换率好了 它转换率有百分之十二 点击量虽然说不算多 月点击量的话 大概是两万六千多的点击量 但是它的这个销量呢 月销量卖到了四千六百多包 也是挺不错的 四千五百多个销量 帮它增加了非常多的销量 它的转换率呢 有百分之十二 总体来说呢 还是可以 就是如果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的用户 我们叫做买家 他点进去 他觉得烟麦他对身体很好 五股杂粮 他很大几率会下单 再加上他这个价格比较便宜 当然价格太便宜 他也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想抓高端客户的话 高端客户是不会买 不会买这样的产品的 所以他的这个用户人群呢 就只能针对说 最基础的这个基础消费者 我们不能叫低端 我们叫基础消费者 那高端一点呢 他会考虑说 是不是Organia营养的 就是有机的 或者就是这个烟麦的 这个营养成分啊 就可以精确到每毫克 有多少的 这种东西啊 就比较复杂 所以说他这个主打的是低价 我们叫做基础消费者 OK来我们看一下 No.1234 No.4 第四的是这个支架 iPhone的这个支架 这支架的话呢 在越南市场 就是因为疫情 很多人会拍短视频啊 拍照啊 所以会有一定的需求啊 我们看一下他也是30天 这个产品30天烧了直通车 然后有24万的浏览量 但是转换率只有1% 天哪 这个1%太低了 如果是这个店铺的话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它为什么低 它昨天的销售额呢 还有这么多越南盾啊 一天可以卖74个 但是对于24万的浏览量来说 它真的浪费了很多点击 你们可以去考虑一下说 如果烧直通车 点一下就就废掉 就是一次的钱 因为你的广告 是按照出价来算的嘛 用户点进去 它就算不买 对不对 那你也是要扣钱的 那如果你的转换很低的话 你的你的账户就要不停的充钱 对不对 那可能就会有一定的 这个就是成本的一个影响 好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它转换那么低呢 才1%呢 30天的销量 它卖了2964 然后呢 看一下哈 评论有6800也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进到它的页面 具体去看一下好了 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 拍照的这个支架啊 从17500 约南顿到7万9 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高度 然后价格也不一样 这个 比如说 它的这个价格跨度大 原因是 它也卖那个 就是分开卖 比如说支架 它是一个价格 然后 拍照的 按钮是一个价格 然后这个 就是配件拆开卖了 所以价格这么便宜 那我大概 就是Lisa大概能知道 为什么这家店的这个点击 转换率低了 原因是用户点进去以后发现 虽然说价格很便宜啊 但是呢 这个价格被拆分成了 四个配件来卖 我们正常人买一个 这个拍照支架 是不是就希望说 我付一个价格 然后一套就拿走了 但是如果说 你的这个价格 拆开四个东西来卖 有些人 他可能只买了支架 他以为说 这个遥控器也是配的 然后这个手机的那个 支撑的那个支架 我们叫云台 它也是配的 但是结果收到货以后发现 这个我只买了一个支架 那用户的体验 就会非常的不好 所以说可能卖家 我们中国的卖家 这个套路比较多 但是 在用户消费体验上的话呢 你看这个评分就有写了 就是有用户的话 就会给比较低薪的价格 就是我怎么买的 你也没告诉我是一个 是一个遥控器啊 但是我怎么买回来 怎么怎么着的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大家去注意一下 你看上面说的质量 也有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 怎么我只买了一个 这个那我怎么拍照啊 这种意思啊 所以导致他这个点击进去的 转换率不是很高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名是 12345 第五名是吃的 这个有点像那个 虾肝的虾酱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好了 观看图片的话 还是看不太出来啊 这个有点像晒肝的小虾米 具体看一下是不是 它的这个广告呢 30天也是开满直通车 但是转换率只有3% 也是达不到标准的 至少标准是5% 才会不太浪费流量啊 那这个的话呢 也是一个 我看一下售价是10万9千啊 10万9千挺贵的了 人民币是30块 30块人民币的这个吃的啊 相对于在 虾肥这个市场上面来看 它是一个手工的 就有点像我们国内卖的那种 手做小蛋糕啊 那种就是反正就是手工作的小零食 那在越南市场的话呢 它卖这个价格其实也还是OK的 只要口味OK 它就会有复购对不对 其实食品讲的还是 要要要要就是客户有复购率啊 你不能说买回去 这个东西不好吃 那如果你要重新 拓新的客户的话 那会比较麻烦 所以呢食品这一类的话 还是主打的是用户的回购率啊 那这一家的话呢 在这个价格上啊 30块人民币 对于越南市场来说不便宜了 但是它也还是卖出去了 而且呃 昨天的销量是114 总体来说非常不错啊 它的直通车的话呢 30天浏览量有11万 转换有3% 这个产品的话 总体来说 它是属于在市场价格上 比较稍微有一点利润的产品啊 那其实这个产品的话呢 Lisa还是建议大家 在选产品的时候 像它一样学习一下人家 有一个这种独特的手艺啊 这种配方啊 然后能区别于那种便宜的价格的 这样才会有利润啊 再加上又烧直通车啊 广告也是一个成本 来看一下number第几个了 1234567 第七个number7啊 第六个不好意思 第六个我们看一下 它也是个吃的 ice cream 点进去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哈 呃 我们看一下是 这个是水蜜桃 peach 桃子口味的 然后呢 它转换率是2% 在越南市场呢 看了好几个哦 就是基本上没有刷单的 前前几前几名都没有刷单的 像印尼市场刷单特别厉害啊 呃 越南市场没有刷单 但是总体的转换率特别低 跟马来西亚市场跟和泰国市场来比的话 这个广告投放的转换率很低了 那可能也跟市场的一个消费习惯有关 这个后面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越南市场的转换率不高啊 这个排行第七的话呢 是一个音箱 呃 小音箱 迷你的 呃 售价呢 是卖11万5千啊 基本上是卖到40块人民币左右吧 然后这个音箱的话呢 呃 也是有有一定利润的产品啊 那这个产品的话呢 就是说 转换还可以 呃 百分之三 至少比前面的百分之一好吧 然后他的30天也是烧满百分之百的直通车 天天都开车啊 然后这个转换是百分之三 那总体来说的话呢 还是一个越南市场的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吧 来我们看一下排行第 第九的 这个是手机膜 手机膜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产品啦 就是只要有手机的 是这个型号的都会去要买膜 对不对 就是消费 正常我们做过一个市场的一个调研啊 就是平均每两个月 大家要换一次手机膜 因为就是手机会磕磕碰碰啊 就是各种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快的快销品 啊 但是手机膜的话呢 这个价格 不会做得非常的 高啊 因为它是一个消耗品来的 OK那它的售价是5000越南顿 大概也就是几块钱人民币的手机膜啊 就是处于非常低端的那个价格 如果是做几十块那种的话 越南市场是做不出去的啊 转换率15%非常棒了啊 在这个越南市场30天呢 烧了29天直通车啊 还有一天是忘记冲钱了 对不对 OK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第十名对吧 第十名是牛奶 也不是牛奶 点进去看一下 为了不误导大家 还是要点进去看一下 是什么产品 OK来我们再看到它跳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 哦这个是NT 口罩 哦这个居然是口罩 我的妈呀 好吧 在没有点进来之前 以为是吃的 以为是喝了牛奶 点进去以后发现是口罩啊 这个口罩的话呢 它因为是疫情之间的 就是消耗品嘛 正常的产品啊 这个烧直通车转换率18% OK也是一个正常的预值啊 因为就是说 呃这种是日常消耗品啦 在越南疫情又还挺严重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消费者 他只要有需求 他就会去买这个产品了 好了那我们就总结一下 排行11也是一个手机膜 转换率16%很不错 开了29天直通车 来这期视频呢 也是比较长一点了 但是会给大家分析到 越南站的一个特点啊 现在就是总结过来了 呃总结的情况呢 就是越南站的这个数据直通车 比较真实啊 呃前几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刷单的 像我不是点名批评啊 印尼站的话真的是刷单 特别严重啊 就刷单的朋友 你们要就是就是注点益啊 官方只是现在不抓 但是如果他哪天抓的话 你一抓一个准对吧 就是好不容易做的店铺 好不容易做的链接啊 参照一下亚马逊 最近就是哀嚎遍野啊 所以说这个市场的话呢 还是提倡正规划经营啊 虽然说现在shopee还是比较混乱 我们可以就是有点浑水摸鱼 但是尽量走正规划吧 对不对啊 那越南市场的话呢 转换率普遍偏低的 基本上跟其他国家的市场比的话呢 跟泰国或者马来西亚比 他的市场的广告转换率比较低 基本上呢在10%以下 那这个转换率的话 越南市场的朋友们 你们需要就是多多的去研究 为什么转换率这么低 去想办法提高它 然后让你们的直通车 更加的就是产生效能 好不好 既然投了广告烧了钱 就让他做更多的转换 然后有利于我们卖家 自己多挣一点钱 还有的点就是说 其实呢越南市场的数据比较稳 因为没有刷单嘛 所以说每天的这个数据啊 就是在上面的 它都会有一个优秀的一个 你看我们烧广告的很多钱 都是优秀的 下批优选卖家 就是优选卖家的话 它不仅首先的自然流量 会给到很大 然后再加上广告的直通车的助力嘛 那总体来说销量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越南市场 它属于一个比较新兴的 Shopee的市场啊 大家都还在画饼啊 就是抢蛋糕的这个阶段 所以说你如果进到越南市场来做的话呢 那Lisa会建议你们说 就像现在市场 越南市场的打法一样 多多的去开直通车 先抢占市场 让用户有了一定的消费习惯 我们说的就是攒粉 粉丝做起来了 攒起来了以后 后期你换产品啊 做产品的测评啊 这种就会比较方便 OK那本期视频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电霸 Shopee的这款软件做的一个市场分析 越南市场的Shopee的分析 主要是看直通车的 投放还有转换的一个分析 那如果有朋友也有感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址 你们去试用一下 看看会不会用 电办会有免费的试用期 然后呢 大家具体哈 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题的话呢 欢迎你们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多多的评论留言 还有讨论好了 那后面的话 我们会专门多出一些 你们关注的话题 然后去一起去探讨好吧 那行那本期的视频 就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呢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游泳派出海的这个账号 然后呢 可以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 好吗 好啦 那本期就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预告一下 下期的话 我们会播到下一个市场 我们会播到菲律宾的 Shopee市场的 这个也是直通车广告的分析 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呢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